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婴儿沟漏病是因为维生素D缺乏 造成的以骨骼代谢骨骼异常 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慢性性的营养性疾病 那么它可以早期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 后期出现一些骨骼的改变 跟我们先天性的维生素D的缺乏 和后天的维生素D的补充不够 还有一些疾病的影响等等有关 那么更严重的到后期的话 它会由于孩子可以走路以后沉重 他的腿可以出现O型腿X型腿 还有其他的一些畸形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沟漏病的表现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